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19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台东好物品牌经过台东县政府四年的推动 去年是正式的委托台东好物协会 办理了第六波的临选 选出了300件的产品 90家的业者获得选为认证的标章 而今年8月再办理了第七波的临选 一方面鼓励认证借齐的业者 要重新的评选 另外一方面也广纳心血 共同推动台东地方特色的产业 台东好物品牌成立四年 起初由台东县政府推动 针对特色食品文化工艺创意生活三大类 以在地性及市场性为准则进行审查 通过者可获班台东好物标章授权 去年正式将品牌交棒给业者自主的台东好物协会 并持续办理零选 今年8月起开办第七波临选 鼓励认证齐慢的业者重新评选 同时也广招心血加入 在四年前的计划 其实第一波的台东好物已经临选确定了 那好物的这个品牌 其实它是有时效性的 所以第一波的临选 其实业者他们的认证已经即将到期 我们希望第一波获选的业者 能够赶快来送件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 我们想这几年其实县府很多的辅导单位 也付到了很多优质的农产品跟加工品 包含有一些文创商品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 这些业者能够在8月30号之前 赶快来送台东好物的这个征选 那让我们来做这样的共同行销 台东好物品牌主打团体战 因此今年也新增规定 入选者必须在入选后加入台东好物协会 共同为推广台东在地业务而努力 好物的这些店家 我们希望他们全部筹组进入协会 因为有共同的一个行销 那需要民间跟政府分别来进行 那在协会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包含现在在铁花村的这个草地上的台东好物节 其实就是协会他们自主发起的这样一个活动 那希望可以让更多消费者 来认识台东好物这个品牌 获选认证的业者 除了共享协会资源外 好物产品也将优先列为 媒合推荐及行销推广的对象 征选活动从即日起至8月30号 受理业者报名 记得下家会台东市报道